大家好 我是talkdrink 我又来了 今天的话这一期就做一期tesla daily吧 然后我这一期的话就只讲特斯拉 如果说有一些付 今天盘就不付了 然后大家对个股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我明天或者后天的话 可以挑个十只左右的个股 然后帮大家来付一下盘 然后今天就主要说一下特斯拉 今天有点晚 为什么 因为我想回答一个问题 或者说很多人可能都会到现在为止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被动基金到底今天有没有建仓完成 我去看了一下 我去看了tesla daily 他今天其实是做了直播的 就今天加入标普外他做了直播 然后最后的话他自己自己也非常的疑惑 他说为什么最后尾盘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尾盘的成交量 这边特斯拉才只有71个命令 就7200万的一个成交量 他最后的预期其实是在一亿两千万 差了五千万 五千万不知道到哪去 然后他那个人自己也非常的疑惑 然后我也看了 然后我也看了他的一个视频 他们应该也是比较疑惑 最后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我最后我去谷歌了 其实没有找到答案 然后大家可以试试去谷歌 或者有些人有有其他信息的话 我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然后我就我唯一的是在盆博上 我找到一条新闻 这个人他也是在盘后之后他发的一个新闻 然后这个人叫 他是我们说interactive broker的一个总策略师 然后他说 他说 其实他也是非常意外的 然后他说最后的一个成交量没有到达一个预期的一两千万的成交量 但是然后他说 他说 那我那这样的话 他说 我们就必须假设被动基金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他已经在他已经在开始减仓了 就是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是他今天最后尾盘那个7100万的一个成交量 已经帮助他们完成了最后的一个减仓位置 就是所有的一亿两千万的一个特斯拉 他们被动基金需要买入的特斯拉的量已经建仓完成 好吧 然后他说了 那这是这代表着什么呢 就这就代表的话 就那些被动基金 他们因为因为今天涨了嘛 尾盘最后涨到695 他就他说这就意味着那些被动基金 他们已经赚钱了 因为他们如果说这个星期之内的话 比如说这个一到四的话 他们买进特斯拉到今天 他们已经赚钱了 好吧 然后比较比较可怕的 或者有可能比较可怕的是那些做 做期权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surprise 那这就是这是他的一个 这是他的一个视角 所以这是我唯一找到 从这个steve的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他是觉得被动基金在这个位置已经建仓完成了 好吧 然后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有有一个人 我两几个星期前吧 我有一个视频里边 我介绍一个人 我说 那个人是在特斯拉被宣布加入标普五百之前的时候 就那当天的时候 他他开了一个看多的一个期权 一月十五号看多期前到特斯拉到七百块钱 这个人叫然后挺厉害的 我然后因为你可以看到从今天的角度来 今天特斯拉尾盘收盘的时候已经到了695了 所以他那个期权 是非常非常赚钱的一个期权 翻了好几倍了 好吧 然后 他今天了 他说 因为他今天去 他今天去其实是参加了这个人 就deve的他的一个直播 也是一个今天特斯拉加入标普会把直播 然后他说他今天在 这个价位在630他在630到640的时候就股价跌到630到640的时候 他又开了一个看多期权 900块钱 一月十五号啊 过期900块钱的一个看多期权 差不多在 如果说他建仓是建在630649630630640的话 差不多这个看多期权要 35%左右的一个涨幅了 我觉得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也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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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吧 然后他的他的观点是什么 他的观点是他还觉得他到现在还是觉得 啊 有很多的一个追踪基金没有进行买入 我们要区分开了 其实被动基金和追踪基金是两种不同的基金 那么被动基金的话 啊 从我前面给你和大家分享的steve 那他那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觉得被动基金已经建仓完成了 那接下去还有可能进行买入的 或者还有可能去买特斯拉股票的那种基金公司 就我们叫的是追踪基金 追踪基金是什么意思 就追踪基金的话 他们其实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们如果说觉得啊 接下去的啊 几个星期或者接下去的一年里面啊 facebook 我们说脸书如果会涨得比特斯拉好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会买更多的脸书会选择不买特斯拉 这是他们的一个选择 所以追踪基金的话 他们从理论上来说 他们不一定一定要买特斯拉 他们可以特斯拉一股都不买 但是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 就是如果说特斯拉涨的比较多的话 那他们自然而然就没有标普500的一个一个一个回报率要高了 所以这是他们的风险 所以但是他们可以完全选择不买 就特斯拉一点都不买 当然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还是比如说我们说特斯拉加入标普500之后 他会超过1%的成分吧 那 对于追踪基金来说的话 他们如果说不看好特斯拉的话 或者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看好特斯拉的话 他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操作就是可能建仓建个啊 0.6% 0.7% 都可以 就是我们说的 underweight 就相对来说会少买一点 但是你很难去确认那些啊 那些追踪基金是不是已经买入 或者说还没有买入 那当然了 从我说回过头 从那个 从那个人的角度来说说 他觉得追踪基金还没有进行买入 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觉得特斯拉在接下去的 两到三个星期之内还会继续往上的疯涨 好吗 这是他的一个视角 然后他也说了 他说啊 有可能他是错的吗 因为啊 但是这但是从历史的角度 起码从 我们说从两个月之前 一两个月之前他的那个 他他所做的那个选择的话 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的正确 好吧 然后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好吧 最至于啊 追踪基金是不是会进行买入 或者说买多少特斯拉的话 取决于每个每个追踪基金基金经理 他们对特斯拉的一个判断 好吧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点 然后今天走势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 特斯拉的一个一个涨幅 可能没有想象中的波动那么大 其实啊 也算是吧 但是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半小时 从这边三点三十到四点 最后一个走势 我觉得还是挺波荡起伏的 啊 我虽然他最后的涨幅 可能就是在百分之八 就上下的话 可能百分只有百分之四左右 但是啊 你还可以 还是可以看到 在我觉得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内有非常大的一个卖盘 在那个在那个位置 我们说止盈就直接离场了 然后接下去之后 对最低点可能就到了六二三就六三二六三三左右 然后又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买盘 这这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区间的话 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属于一些个体 包括一些可能我会有一些少量的一些追踪基金 可能会选择在这个位置买入 但是这个量还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啊 在那个位置尾盘拉上去之后 然后又下来 我觉得还是波动还是挺大的 好吧 就取决于每个人对对波动的一个一个大小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还是挺自己的 毕竟是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 历史的一个时刻 好吧 然后最后尾盘的话 因为被动基金一个非常大 七千一百万的一个量 才那个位置买入的话 最后呢 结盘或者收盘的话 收在一个六九五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在那个位置 就止盈止在了 一个六九五 或者只盈止在了七百块钱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啊 七千两百万那么大的一个量 他能就被动基金能在那个位置 能在六九五 在那个位置买入或者买到手 对吗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在盘中进行操作 或者说在这个位置进行操作 我啊 我是这么觉得 就我觉得如果说在盘中操作的话 我觉得只要能在短期内能赚到钱的话 我觉得啊都是挺厉害的 长期的话 我觉得买着特斯拉的或者拿着特斯拉的人 我觉得也是不会卖的 我觉得那起码 从今天收盘的角度来说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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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的一个价格 那么总体来说特斯拉还是涨了百分之六 如果说你提前卖了或者昨天就卖出特斯拉的话 我就在那个位置降低一下风险的话啊 并不是你不要去觉得自己是进行了一个错误的操作 好吗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今天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的 然后而你在这个股市中 我觉得你我说我还是那种 你在短期中 我觉得你能赚到钱就是一个好的一个 最后的话 其实昨天有一条新闻 然后我没有说 昨天一条新闻是特斯拉其实被啊 就被smp 他是一个升级了 他什么升级 他是升了他的债券的一个品级 特斯拉原来债券的品级是是bb减 然后 然后smp把它升成了两个币 升成了bb 然后什么什么意思 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 就是如果说特斯拉再往上升两级的话 因为bb网上升一级就是bb加 然后再往上升一级的话 就是三个币减 就是bbb减 如果说变成bbb减的话 那就说明特斯拉的一个债券 它就变成一个投资级别了 现在特斯拉的债券还是垃圾股啊 还是还是垃圾债券 这垃圾债券和和投资债券的话 其实是差了非常多样子 就真的是说如果投资债券的人应该知道这个 垃圾债券和投资债券的两种级别是一个天一个地 好吗 如果说特斯拉再被升两级 升成升到bbb减的话 那对于特斯拉来说的话 他以后可能就不需要从股市上 或者不需要从 equity上去融资了 他可以有完全有另外一个从债势上 他也可以去融资 那如果说升成投资级别的话 他那他从债券上去融资的一个成本就会低非常非常的多 好吗 其实对特斯拉来说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行为 我相信关注特斯拉的人应该会知道 这条新闻 好吧 那今天的话 特斯拉的话就聊到这边了 然后啊 这个星期的这个双休日的话 我会选择一天啊 给大家复一下盘 然后有要复盘呢 我觉得今天的走势其实总体来说的话 各有前抽吧 大盘的话算是横盘稍微微跌了一点 然后啊 我前天把介绍的一些个股的话 有涨 有的涨 有的跌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比较关心的是airbnb和和zero 对吗 然后airbnb感觉有点一去不复反的一个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会 我还是会等 好吗 就起码等个两个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然后再看吧 不降下来的话 那就再说 然后zero的话 今天稍微跌了一点 我会继续观察 好吧 以及已经我知道有一个小伙伴已经建仓了一个zero 我觉得你在这个已经建仓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好吧 然后啊 另外一天的话 那我就会和大家说一下vldr和lazr这两家这两家公司或者两个股票 我从 我想从基本面去看一下这两家公司 因为很多同学 或者很多小伙伴都对这两家公司挺感兴趣的 我其实也挺感兴趣 因为也是算是我的一个未知领域吧 然后啊 反正明天或者后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然后大家记得在视频的中央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明天再见